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义 我已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义 我已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义 我已所行十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我们上次应该是这样子介绍 看大家刚刚如果有来复习一下下 或者我们来听的话主要介绍的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以上所介绍应该上次是介绍在说 我们从二帝已经慢慢进入到四帝了 看四帝的话呢 它最主要是在讲什么 四帝是在以分出说 从万事的本质已经开始要趋入 是说什么是说 那到底所谓的一个佛教徒 或者我们这边所谓在见解上面 所谓的一个佛教徒 是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或者什么样才可以为佛教徒 是有没有持有所谓的四法印 或者广义来讲的话 就是有没有在见解上面认识说 四帝是什么 有真实的认识四帝的话呢 那才所谓在见解上面是所谓的一个佛教徒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边说 那以四帝来分的话呢 四帝还从说 说四帝为什么分出它的这种数量 它的四帝 到个别个别的本质了吗 我们现在开始应该是准备说 开出分数说 它个别个别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是略略的介绍到说 苦地 苦地可以分出什么 和苦地可以分出来 有分所谓的八苦六苦 可是种色来起来的话 总之再怎么样种色的话 它都是在涵盖在所谓的行苦当中 以行苦作为这个基础来做 而行苦的话呢 是这个的话 那我们讲到这个来讲 那行苦的因 或者所谓的苦的因 到底为何的时候呢 那这边就下一开始 我们要准备要听到的就是说 那是为己地吗 那己地来讲的话呢 它这边来讲 简单的 我们是不是中文看到这边 是它说它是分说 有漏的因嘛 有漏的这个因 而总是来这个 这些来讲的话呢 这叫说什么 我们讲说 把它称之为说是己地的话呢 那己地 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分出了说叫 烦恼的己地 跟业的己地嘛 和我们上次也 略略来开始准备讲说 那在烦恼的己地上面来讲的话呢 烦恼可以分为 应该说有无量无边的那种 来讲 可是呢 主要来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出什么 有分说 就是所谓的六根本烦恼 二十种的水顺烦恼 和这个来讲的话 主要会 所以我们会在心内 学会细细地 一一一一跟大家解释 它的形象 相貌 怎么样去做 但是我们现在 上次略略讲 我们上次讲到说 在六根本烦恼当中 它有分出说 贪 撑 慢 随顺烦恼的贱 随顺烦恼的疑 随顺烦恼的无名 这六根 我们为什么说 后面的烦恼的贱 烦恼的疑 随顺烦恼的无名 来讲的话呢 这不代表说 这三个本身 无名 贱 或疑的话呢 就一定是烦恼 不是 有些人来讲的话 你不应该生起疑惑 疑惑是不好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我们说什么 一般来讲 是 阻碍 断除 生起智慧的方法呢 真实生起智慧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 是 有一个 信心 所以呢 会觉得说 我有一个求知欲吗 有一个求知欲 生起来的时候呢 他会说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子 来讲 之后才去说 哦 生起一个所谓的 一个确信的一个智慧 也同样我们在讲说 在修的文书法类啊 或者文书菩萨的时候 他常常说 希望赐予我 四种的智慧嘛 我们有说 希望说这个智慧可以 宽广的 明亮的 快速的 深奥的 宽广是什么 可以想得很宽吗 是什么 还不只是清晰的 还要清楚的 看到一切的 那快速的说什么 是 是生起这个智慧 让我们说 如果是这样子 是不是一定这样子 这样子就一定这样子 这个来讲 这个联合 这讲说是这样快速的 深奥是说什么 有那种穿透力的 可以 深入进去的 这才是所谓的 四种智慧的方法 所以同样在这边所说的 疑呢 一个疑的话 它不一定是所谓的 错误的 也不一定是说 我们要去除的 没有 很多是我们要 培养生起来的这个疑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 我怎么可以 不要简责 就去相信呢 怎么样 不可能 不可能这样子嘛 就像我们是不是在想说 从 中大师 或者经典的所有来讲的话呢 都说 应该是说什么 我不是以一种 反驳 或者不信 可是我要去 为我自己去 检测出来 自己去判断出来的话呢 第一个只能说 我用疑嘛 一个疑来讲的话 是不是他们常常就 引诱那个嘛 不是用信而去承受 我的所有的经书 而是 就像说我们要去 买金子一样 我一定会经过 各式各样的检测 我才会去买 买一个金 一块金的话呢 那同样 我要去 这个东西 不是只是为了 装饰而已 而不是为了好玩 不是为了说 好像打发时间呢 而是为了我希望 可以获得了 卸托 一切总之 这么样一个 崇高的目标的话呢 是我应该更要 花时间去 检测 选择说 到底这个对不对 如果不对了 那我当然 我可以说 我先从疑嘛 那到底是怎么样 再去做检测 再去做一个判断 而不是说 没有检测 我就听取什么的 而我就去排斥 或者我听取 某一个人的建议 我就相信 百分之百的话呢 这是没有办法 升起智慧的 升起智慧是说 先透有一个 仪 一个善良的仪嘛 或者不管是说 善良不善良 我先升起 想这样子 有这个疑惑 我才有 有求之欲啊 透有说 有这样子的话呢 有这个求之欲 慢慢简责 升起了一种信心 一个很强烈的信心 再去更求 更强烈的那种 强烈的希求 到获得果位嘛 他是这样一一一一 这样子来作为 或者为什么才会说 有些人说 如果没有升起疑的话呢 那没办法的话 是 或者说 这个疑为什么这么重要的 在前面是 应该说在前面 是升起一个疑 而不是马上就变成一种 性了 或者一个 因为这个都是不一定 不坚固的 而 可是 那这边来讲的 所谓的 六种根本烦恼里面的疑 是什么 所以谁算烦恼的疑 是什么呢 那种是说完全颠倒的 说是还是不是 而认为应该是 不是的那个地方 或者说 那到底是还是不是 那应该就是 两者皆是的 两者都有可能 这样子的颠倒的疑呢 这才是我们所谓的 叫随顺烦恼的疑 而所谓随顺的箭的话呢 我们上次就刚刚 给大家绿绿介绍 就所谓的 五种根本烦恼的箭嘛 就从所谓的撒迦也箭 边箭 邪箭 箭取箭 借静取箭 等这个五个来讲的话 都是所谓的烦恼的箭 也不是说 所有的错误的箭解 也都是所谓的烦恼箭解吧 上次我们是跟他讲的 例如说 我执 这种罚我执 罚我执呢 它就是说什么 它是一个 错误的箭解 颠倒的箭解呢 它不是 随顺烦恼的箭解吗 是不是随顺烦恼箭呢 同样 无明也是一样嘛 若是无明的话 不一定是烦恼啊 因为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刚刚举的那种 对罚无我 不了知的 或者颠倒执着的这种无明的话呢 这是说什么的话呢 这都是所谓的是 无明 但不是随顺烦恼的无明 我们这边讲到 烦恼的这种的六种的话呢 是在讲说 谈 成 慢 还有随顺烦恼的无明 随顺烦恼的乙 随顺烦恼的箭的 关键是在这边呢 好 它后面来讲的话呢 这后面 这种的分法 是来哪里呢 我们是在 这个一般是依着 阿比达摩 那这个所谓的分出的 我们所谓的 六根本烦恼 五十一种的水顺烦恼 是依着 无浊菩萨所造作的 阿比达摩集论 里面所分出来的 如果在 与 阿比达摩拒舌论呢 它的分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可是有一点点差异 就是说它有所谓的 六根本烦恼 还有所谓的四十六种的水顺烦恼 它分着是四十六种 那总之我们到 以后介绍水顺烦恼的时候 会细细细细细跟大家讲 那为什么所谓的根本跟水顺的一样 就有一点像说 我们是说 大家如果还记得在以前色类学来讲的话 我们是有所谓的根本色 跟直分色一样 根本色是什么 它是不需要依赖它 它是由自己而产生叫根本色 而直分色是说什么 它是由根本色的两个三个四个以上 混淆而得到的色 我们叫做直分色一样 那根本烦恼 跟直分的烦恼也是这个意思 根本的烦恼是说什么 其余的烦恼是由它而 它的相似 或它的某一种 与它有相关联的时候呢 这分出了说什么 就是要说直分烦恼 可是不是搭于另外一个烦恼 它是独立的 它本身的一个相貌 别人好像是由它而分出的话呢 叫根本烦恼的 所以这种根本烦恼的话呢 我们现在有分所谓叫六种 跟水顺烦恼分二十种 那我想说我们细细细细的分类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心内学最后的 讲到说心所的话 就是讲到说五片形啊 五定形啊 或者十一种散啊 六根本啊 六根本烦恼 二十种水顺烦恼 四随它 在那个时候我们会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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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绿的 详细的把每一个烦恼来讲 看这边来讲 我们就先把名词 大概介绍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这边可以分出为叫 贪 撑 慢 水顺烦恼的无名 水顺烦恼的见解 跟水顺烦恼的疑吗 那这我们是应该是 上次我们应该是到 讲到这边嘛 我记得我们在上次是 介绍到这里了 也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我们介绍来是 九十二页的第二大段嘛 是不是他说 烦恼即 则有六根本烦恼 即二十种水顺烦恼 六根本烦恼有的 是贪 撑 慢 就是染污这边 就是水顺烦恼的无名 水顺烦恼的见解 水顺烦恼的疑 而二十种水顺烦恼是有的 因为有所谓的 愤 恨 恼 腦 腹 癫 疾 惨 狂 骄 害 无惨 无愧 昏沉 吊举 不信 懈怠 妄念 放逸 散乱 不正直 等这二十个 他这二十个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前面的说 愤恨 恼 他应该也知道 就是说 这个是所谓的 水顺于 称心的嘛 他比如说 后面的 腹啊 吝射啊 这两个有可能就是说 所谓的水顺于贪的 而 嫉妒 嫉妒 惨 狂 等这些来讲的话呢 这个都是所谓的 也是在贪的 而 这所谓的 巧 跟 害 这个来讲的话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都是水顺于 所谓的 所谓的 这三个是说水顺的与无名的 而 有些是总设在于所谓的 我们 呃 一 这三个当中 所以这三个来讲 它横跨了 很多 可是我说我们下次到 介绍心内学的时候 我也想说把这个所有的分类啊 它怎么样的去跟 根本烦恼的话 就跟大家慢慢慢慢解释了 好 真实的 呃 福生大师 他这边来讲的话呢 他要 分出来的 为什么来讲的话呢 因为他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来讲 一般来分的话 呃 以 极地 极地来分的话呢 极地它不仅仅是所谓的 业 跟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边来讲 有一个人 这边在他的决定 或者福生大师的解释 一般我们来讲说什么的话呢 呃 我这一段 我这一段翻给大家听 好吗 他说 有些人说 呃 苦地 跟极地 若是相伟的话呢 应该反而不是 因为若是极地的话 一定是苦地的缘故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 如果是业的极地呢 也一定是苦地 是烦恼的极地呢 也一定是 这其余二者的这个极地呢 也一定是苦地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是业也好 烦恼也好 来讲的话呢 也一定是由自己的 因的极地而产生的缘故的 复制 也不应该说 这两个是相为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有漏的五蕴啊 有漏的五蕴来讲的话呢 呃 都是 所谓的 又是极地 又是苦地的缘故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说 极地来讲的话呢 有些人又会 只会认为说 若是极地 一定是业 或烦恼的话呢 我们就说 它不一定是业或烦恼 为什么 因为有 极地 有涵盖于五蕴 都有的 在极地上面 五蕴皆有 有 色 受 想 行 事 都有的缘故的话 它都有在这个极地上面来讲的 但是 要说什么呢 业极地跟烦恼极地呢 就是相为了 不会有一个又是业 又是烦恼的 没有这样子 没这回事的 那我们到底说 极地来讲的话呢 它一般会分什么的话呢 我们说 这边来讲的话 它这边来 极地来讲的话 我们说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分出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般会分出说它有所谓的业极地跟烦恼极地跟这二者分类来讲这二者以外的极地 它为什么要说这二者以外的极地因为它涵盖的性很大了 像刚刚刚他讲的一样说 如果是有些人说如果是极地的话一定是业或烦恼的话这不一定因为它有它的五蕴皆有了 也有所谓也有所谓的受也有所谓的想也有所谓的行也有所谓的事也有当然也有所谓的设了这边来讲那其余的话这边主要的这两个以外的极地是在指什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说它主要在指说例如说我执 我执呢这也不是所谓的业也不一定是所谓的烦恼 但它是所谓的什么它是极地的 为什么因为主要由这个原因的缘故我们才会流转与轮回的话呢 轮回的主要的因没有受在极地的话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在主要会流转或轮回当中呢 它的主要的因是在于谁呢 在于无名的或者说无名我执 所以无名我执呢是所谓的极地 它不只是极地呢 它是说极地当中所谓的是说一业跟烦恼 二业烦恼以外的极地嘛 二业烦恼以外的极地 但同样在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获得它是后世的推使会有升起后面的轮回当中的进取因跟聚生源 那轮回的进取因在谁呢 它就在业上面了 它又另当立出一个业 还有有所谓的它的聚生源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了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讲说 纵使是有业 有极地的业呢 也都没关系 如果没有聚生源的滋润来讲的话呢 它也不会生出果报的 它不是一定会有果的 因为就像说任何的 我们为什么在社内学 一直在学什么进取因啊 聚生源的 依据也就是这个 以外在的物质 同样这样子呢 内心的世界也一定是 来这边做的 它是说它是需要到业 由于业的话 不仅仅是要业 它要烦恼的滋润呢 它才有办法去与轮回当中 没有办法它独立的 就可以产生任何的果报了 好 那我们在这边以上的话呢 它大概是介绍了极地 总之 以初分的或者以 广的去介绍极地 说什么 就是流转与轮回的因 流转与轮回的因的话呢 这是说什么 这叫极地了 而所谓的流转与轮回的过 就所谓的苦地了 这比较可以涵盖到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 法果值啊 或者说别的来讲的话 这不一定 是 它没有是 流转与轮回当中的因果嘛 它没有在流转与轮回当中的 这个 这个 结果 好 那我想说我们还没到 后面开始还没讲到 清净品 之前刚刚好像还有一些问题 如果 现在已在染污品上面的话呢 我们染污品是讲到说是 苦地 跟极地的话呢 如果对苦地或极地 大家还 对什么本质还没有了解的话 我们先讲 如果问到极地跟 灭地跟道地的话 我们在后面再回答 就是请像格西拉 上次提到说 道 业跟业道是四句系 那请格西拉帮忙 再详细解说 谢谢 因为我们一般说 我们上次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一般来讲 是在哪里的话 我们比较会常看到的话 这个举的业跟业道是四句型的 是在哪里 是在 苦地道次第广论里面 引用出来了 它在哪里的时候 我 我如果 我看一下 它的 我这边来讲 对 好 它我们在讲说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 它讲到说 十黑夜 跟十白夜 在十黑夜当中呢 它想要分出 十黑夜 里面来者是一夜 来一些是夜道 是夜与夜道那样子 夜与夜道 那我们 所谓的 失业跟 失以夜来讲的话呢 一般来讲呢 这个失业跟失以夜 是什么的差别来讲的话 以上不派 以这些来讲的话 不管是失业来讲也好 失以夜来讲也好呢 它都是所谓的 失心所 我们讲说 我们在以后 在 心内学里面的 它所谓的 五十一种心所里面 有一个是失心所 这个失心所呢 就是所谓的夜了 所以呢 那个失业到底是什么呢 失就是在意念上 作业而已的 还没有付出于行动 那个时候 它在内心当中 所想的这个 而 在付出于行动的时候 这个同样 这个时候还会有 这个内心的这种思维 或者行动 或者作意的话呢 这叫所谓的 叫失以夜了 所以它会有 时间上的差别 实际上来讲 它两者都是所谓的 一种心事的 一种作意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 所谓是 意上面的失业 跟失以夜呢 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了 意识上面的失业 跟失以夜 只有在深夜 雨夜上面呢 可以分出说 好像别别不一样的 为什么 我说可能 我心里也想说 我想要骂大家了 可是我嘴巴 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呢 这都只有在失业嘛 没有到失以夜 是我在骂的时候呢 越骂越凶 越骂越凶 或者等等等等 这个叫失以夜 在照做这个行为当中的时候 而同样的 还在做意的时候呢 叫失以夜的 只有我们佛教里面 只有唯有一个说 失以夜是什么呢 跟一个不同的是 以彼婆沙宗的解释方法 彼婆沙宗解释的 所谓失以夜是说什么 就是说失以夜是 在于身体上的行动了 嘴巴上的说话 这叫失以夜了 没有别的人 这样的称许的 只有在彼婆沙宗的 最下我们所谓的 或者叫说 一切有步啊 或有步啊 等等 他们都认为说 失业是什么 是我们内心的作意 而只有在生语 才是付出的 这样子 这样子好像实际的行动啊 这叫失以夜 就是 这叫失以夜